而埃及出现血腥动乱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整个中东的局势 以及美国政治力推动的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恢复和谈 埃及持续动荡不安 给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带来什么影响 对中国又有什么启示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专家研究 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的专家 来为大家进行分析 现在要连线的就是台湾东华大学 民族发展研究所的教授 施正峰教授 施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 首先我想请教您 就是这一次的埃及情势 对于整个中东的局势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施教授 基本上说我们看到美国 在中东是以色列为中心 北部是土耳其 那东部是这个伊朗 不过伊朗算是比较动荡的 那南部呢是沙尔地阿拉伯 但是它算是一个王朝 那其实埃及算是说 它算是比较西部的一个很重镇 那如果这边埃及 如果就是非常动荡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骨牌下去 然后它整个这个中东的一个 算是这样子的 像堡垒这样的核心 会不会整个就垮掉呢 它必须要去顾盘 另外我们也看到 目前这个埃及的最新情势 似乎让美国这边 进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局势 有人就评论说 可能美国对于埃及的一个 外交政策是失败的 也可能会冲击到 他们现在正在推动的 尾巴恢复和谈 您的分析又是什么呢 施教授 是没有错我刚才讲说其实就是埃及算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土耳其 它不是阿拉伯人 那另外问题就是说 可能我们看到 从70年代的南欧 或者是后来的这个80年代的拉丁美 做了这样的民主化里面 其实军方都是和平的 然后让步 但是为什么埃及的军方这么强势呢 可能背后就是因为美国也跟他谈调了 也就是说他给他军演跟金演这个部分 那所以他认为说美国在中东没有他不行 那会那么强硬是有道理的 好的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从埃及的前任强人穆巴拉克下台到现在啊 这个穆尔西下台是民选的第一个总统也下台了 埃及的动乱 给其他经常有群众运动的一些国家 尤其是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歧视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他因为他基本上是靠这个高压统治 那当然高压统治是带来稳定跟经济成长 但是呢相对的他是用强力的就是军事的力量 用警察等等等事 那来对付异议分子 那已经现在世界上都在民主化 那我们都有示范效果 那老百姓其实是有期待的 那你越打压的时候其实这个反弹就越大 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是沐西政府 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而且后来公投这个宪法的时候 其实他也差不多也 差不多 我其实百分比还蛮高的 就是同意 那就是有共识啊 但是他这么强势 我是觉得说他应该知道 自己的治理的这个能力是有限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东华大学的 施政风教授 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分析埃及情势所带来的影响与启示 非常的感谢您 启示范 詞曲 李宗盛